姚姚,我好难过啊 我最近两次考试当中连人名都拼错了 我是不是连26个字母都没有选好 没有啦,你也不要这么难过 其实很多同学都会在这个拼写上面是分的 因为在听力当中除了语速快 或者是碰到难词,同学听不懂之外呢 一些语音现象,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过 但是语音现象也会给听力造成一定难度 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剑舞当中有这么一个人名拼写听着 他说的是My name is Wendy Harris It's W-E-N-D-Y-H-A-R-R-I-E-S 然后很多同学都听成了H-A-W-I-E-S 你是不是也这样呢,对不对 但是正确答应应该是H-A-R-R-I-E-S 这个地方就是很坑的 但是没有办法 我们所谓说Seeing is not believing 眼见未必为时 其实Hearing is even deceiving 而听多半是虚 感谢观看